墨西哥这两天受到飓风和热带风暴夹击 目前已知80人罹难 58人失踪 这是墨西哥自1958年以来首次在24小时以内 连续受到两个风暴影响 初步估计已经造成近4亿美元的损失 德国联邦经济部18日在一份声明中承认 德国2002年至2006年曾向叙利亚提供化学品 总理梅克尔表示 没有证据表明德国这批化学品被用于制造化学武器 日本首相安倍晋39日巡视过福岛电厂后 对随行采访的记者透露 他已下令要求福岛电厂负责人 在明年3月底以前解决辐射水外泄问题 美国芝加哥水族馆的澳洲肺鱼 是目前全世界水族馆饲养最长寿的鱼 据推算目前已经85岁 他在80年前的1933年到达美国 估计这只体长超过一公尺的巨大肺鱼 已成为水族馆镇馆国宝鱼 官方表示 格兰德平常地步活跃 除了每约25分钟会游到水面上换起鱼丝以外 其他的时间几乎都待在原地不动 因此活像一根太低浮沫 新唐牙的电视整理报答